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和生产的实践活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认知的综合。 一个人具备了丰富的知识,表示此人具备了拥有力量的基础,但不管他拥有的知识多么丰富,并不代表此人有力量。 比如图书馆拥有丰富的知识,但图书馆本身并不具备力量。 仅仅从储存知识这一点而言,人的大脑与图书馆无异。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其著作《陈思路》中说的, 一般在学校里,老师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时,津津乐道的就是这句话。 由此,学生们盲目地认为,只要学好了学校设置的课程,只要掌握了知识, 毕业后就可以拥有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追求和理想。 知识主要来自于感官,但是,弗兰西斯·培根针对古希腊哲学家 普罗特格拉的人世万物的尺度之论说,断定感官为衡量万物的尺度,是很大的错误。 这也就是说,用通过感官获得的知识来判断和衡量万事万物,万象会犯错误的。 现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初中毕业的性感妙龄美女和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丑妞, 请问,这两位女子中哪一位更能引起一个男人丰富的联想和情绪的波动,更能激发一个男人旺盛的活力? 如果是美女,那就证明知识不是力量,而美才具有巨大的力量。 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具有很大的盲动性和危险性,这是一种认知误区,也是思维误区。 比如,接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种人生知识,必然会给一生带来烦恼和痛苦,这是千百年来人类共同犯错误的知识。 这样的知识对人生没有什么好处,还有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百善孝为先,万恶银为首,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等等。 在比如,父母对儿女的教育引导方面,父母所用的全部是自己的知识,但父母的知识引导教育出了身心灵全方位健康的,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孩子吗? 大多是失败的。 当客观事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还继续顽固地坚持和应用原先的知识,肯定会碰壁,比如,各宗教的知识和概念,不仅没有力量,反而成了阻碍社会发展和妨碍人性解放的反作用力。 其实,偏见和谬见也是一种知识,这样的知识有什么益处? 仅就人而言,最强大的力量是灵活圆融的思维力量,比如爱因斯坦的力量。 我坚信,爱因斯坦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他的知识,而是来自于他的思维。 没见过读书多,获得的文凭多,经验多却思维僵化的人有什么力量? 持久的力量不是来自于知识,更不会来自于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而是来自于真善美爱诚信, 真的东西有力量,善的言行有力量,美的事物有力量,爱具有强大的力量,诚实的品质具有力量,守信的人有力量。 结论是,一定要学习和积累知识,但知识具有局限性、危险性和反动性, 不要盲目地认为有了知识就具备了力量,与其消耗大量的宝贵时光去追求知识, 不如在真善美爱诚信上多下功夫,因为真善美爱诚信才具备持久的力量, 同时,在开发思维上下功夫,不要在背诵记忆过去的知识上耗费过多的时光和精力, 不能顽固地用死的知识来硬套变化的活的现实。 好了,今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